4月份店价的涨幅出炉了 不管是民生用店 小商家大企业 这次都有调到 光是以家庭来说 最小的调幅 5%影响的户数 有1250万户 做小生意的小商家 即便只有调升5%的幅度 影响的户数 也都到了76万户 就不用说 用电量比较大的 一般产业来说 涨幅大概7%到14%左右 用电大户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这次适用的调幅 可能就要调到25%了 这么一调 前几天 前线专家就已经提醒大家 这个题材之前就已经发酵了 所以电力概念股 还有一些重电概念股 持续的涨下去 但是消息一出来 前线专家说 小心咯 个股可能就会面临震荡了 比如说你今天看 东元开高走低 中芯电开高走低 亚历今天有一些开高走低的压力 但是您说 这个题材走完了没 再接下来电力还是很缺 所谓的重电还有绿能 到底谁有机会笑到最后 观众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待这些 有一些开高走低 但还好跌幅不大 怎么看到这个题材 还会继续望下去吗 好 这些个股 开高走低到底是拉回买 还是说你要赶快卖 我想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 那第一个 4月就在讨论涨电价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 为什么 天气会热吗 还没 没有热 4月都在讨涨电价 那你到了7月怎么办 对 这个议题我认为会是一个 持续往上发烧 然后对于生活层面 对于工商业 我们叫做苦日子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成本电高嘛 你的电费要调涨 对不对 可是对于股市来讲的话 这又是一个报价上涨的题材 这个图表呢 是台湾的这个电力的 这个背转容量 当然前面这一个绿色 这个你可以作为参考 这个法定 就是你要有10%嘛 那什么叫背转容量呢 我们知道我们用电 会有所谓的一个低谷跟高峰 就是说我举例 晚上对不对 假设夏天好了 晚上天气比较不热 你的用电可能稍微少一点 因为你冷气没有开嘛 可是到了白天 到了中午 对不对 天气热了 你要开冷气了 这个就会往上升 那背转容量 就是说你这个用电 国家的供电来讲的话 必须有一个指标 一条线 这叫做法定的10% 对10%对不对 你高峰距离这一个 这个能够供电的这个极限 你还有10%的距离 这是法定 我们目前所要求的一个部分 可是讲到实际 却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是下面这一条 这个是紫色这条 对不对 从2022年6%就一路是一个往下掉 今年大概就4%左右 到了2025年可能会掉2%以下 那你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吗 你不小心你用电的需求量 你就会大于全台的供给量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用电价格往上涨 事实上它所背后阐述的是 台湾的电力供应的不足 跟可能的一个不稳定 那所谓引爆的商机 你就要去建立这个所谓 电能的一个相关设施 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重电概念国家的话 反而震荡你是要留意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台湾有这个问题之外 事实上美国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最近的重电概念国 你看像华城 像市电为什么一路涨 而且像华城 关紧币都关不了 越涨越关越大尾 那主要在于说 这个美国的电网 事实上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建设 而且会从明年初开始 有一个加速动作 我们这样想 欧美 这个为什么最近要去做 台湾电网事情 第一个有所谓2050 净零排放的目标 那现在是一个落后的一个局面 大家可以去Google这样的一个新闻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美国电网跟欧洲电网 事实上他们前一次的大幅建制 是在1970年代 1970年代 你看五十年前的 你说五十年前那个线 对不对 你用起来会不会怕怕的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态换 而且美国也建了很多的金元厂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要用电呢 他们要产业去做一个 往本土去做 对不对 所以电力需求的设备就大幅增加 那其中来讲的话 变压器的进口需求 就持续扩大到2027年 什么叫变压器 就是你从核能 你从火力 对不对 产出的电是很大的 你必须要把它变压 变频到比较小的电火 能够给一般人使用 那就变压器所在 而且美国的国土浮原辽阔 你要那种高压变压器 这就是像华城 这四电的一个商机所在 那么到了2035年呢 未来十年 对不对 美国还要投入将近1.6兆美元 去做所谓输电系统的一个建制 这就是为什么 讲到说 有个大目标叫做 2050年近零排放 哪里实现 然后呢 全球你势必要增加投资 对不对 这不是台湾的事情 是全球的事情 电网投资要到2030年 持续会有一个翻倍成长 所以说 重电概念股 你要这样看 不是只有台湾在 电价上涨在缺电 当然我们后面有讲到 哪些是台湾相关的股票 哪些是做国际生意的股票 这很重要 那么我认为 整个重电产业 基本上其实从去年 就已经大幅成长了 而且会持续维持高速成长 至少会有三到五年的一个时间点 时间非常久 那么就台电 台湾的部分来讲的话 2025年之前 对不对 这个支出将会打到高峰 就是所谓的一个 强韧电网的十年计划 到明年会支出来到将近八百亿 那么到今年来讲的话 大概六百亿左右 明年会持续去做扩增 我们的强韧电网计划的内容 目前执行状况如何 好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有所谓离安风电 你看到张滨的海边 有很多这个 这个电风扇 大型的这个所谓 这个风力发电的一个设施 有所谓水利的部分 那电网来讲的话 你就是说 有些可能水库的 你要把那个间歇性的用电存起来 然后等到这个风值来进去供应用 那是属于电网的一个分配 那其中来讲的话 就有所谓离安风电 有所谓的一个变电设施的改善 有所谓的一个这个电能储存地方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那我们以风力发电来讲的话 你看哦 这是他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投资额 对不对 到明年度会是一个风值最高的部分 那今年2024年来讲的话 还是持续往上 那这个是强热电网的一个预算规划 对不对 今年来讲的话是636亿 对不对 明年开始会来到接近800亿 而且持续维持好一段时间 OK 这是离安风电的投资金额 这个是强热电网的预算规划 而且你看哦 600亿700亿800亿 台湾也就这么几家重电厂商 所以我认为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机会是非常 好 你说到重点 你说有一些厂商可以吃到国外的订单 有一些厂商可以吃到本土的订单 有谁 譬如说我们举例子 像华城好了 华城的股价 去年还在100块以下 今年已经来到714块 而且他是 目前是被分盘交易的情况之下 还是持续往上涨 对不对 外资呢 为什么持续买 因为他是目前 美国大型变压器的主要进口商 他跟日本合作了 成立叫做日立华城的 这个专门生产 这个变压器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会是一个主要美国进口的一个社会 来我们看一下华城 华城去年 2003年的股价是从50块钱 涨到了300块钱 华城今年的股价是从300块钱 涨到了700块钱 华城现在关紧闭 也都还在涨 怎么看华城的续航力 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就是这样子 美国来讲的话 大概每年 大概需求这个所谓的一个变电箱 大概1000台左右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地方浮渊辽阔嘛 那你必须要那种最大型的 最最最 功能最强的这个变电箱 变电设施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亚洲地区华城是最大的 亚洲地区华城是最大的 而且他是占美国的一个外销进口量来讲的话 占大概七八成的一个水准 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变电设备来讲的话 他的价格持续往上涨 而且他的交期持续拉长 他也是一个等于说是产品报价往上升 而且基本上是接近一个寡占的 我要问他上一次被关紧闭的时候在这里 然后关完紧闭之后 就像您讲的越关越大 他这次又被关紧闭了 该不该趁他手脚被绑住的时候 赶快先在进场 怎么看待华城空手的人 你会怎么建议呢 其实我认为像这种股票 未来展望非常明确的部分来讲话 你可以先建立基本部位 你可以买 我觉得你买个十张对不对 你先买个一两张 然后勒有震荡 有震荡你再来买 除了华城之外 还有哪一些有机会 那市电也是 市电其实他做的东西 就是说华城是做最高阶的 这个变电箱 那那个就是变压器 那么市电为什么会最近会飙悍呢 因为他是做比华城再低阶一点点的 比如说我们举这样讲 变电变压器来讲的话 大概可能分个四五级 从最高电压到最低电压 那华城就是最高电压 那么市电是属于最高电压的下一级 而且他在二零二五年起 明年起才会再出货给美国变压器 而且这两家公司来讲的话 除了出货给美国之外 事实上台湾也在这个强热电网的这个计划之内 所以你看股价也很凶悍 对不对 这一段基本上你看外资一路在买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华城的案例 你卖个变压器 我们以前觉得说这个变压器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这个笔电电压器不是 他们那种变压器都是非常大的 这个重量都属于顿记的 而且这个单科的这个价格 数百万美金以上 所以你看目前来讲的话 美国就是在建电网这个情况之下 它是一个虚缺产品 所以他美国的变压器的提 这个真的还没有出货 明年才可以出货 它已经先涨了 对 这是市电 下一档 中心年来讲的话 他又提起来不太一样 但去年有所谓云报假车这个案子 但是大概就是一次性 所以大概也不要太过担心 那今天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主要是什么 他是主要是台电强热电网里面 有个产品叫做345kV的这个电网器体 罚绝缘开关 就是说高电压的里面 它有这个阻隔电器体的这个开关的一个部分 他也是在台湾里面是属于独家供应商 就是只有他会做最高压的部分 那说比较低界像是雅力像东元也有做那种比较低电压的部分 那他是最高电压的部分 他也是主要的部分来讲 来股价看一下 股价也是压 你看也都很强势 最近在整理的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的一个清明度会比华城比市电好一点 因为还在还在整理 你说我都可以压回均线买 压回均线买 当然股价有先拉起来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法人在买 而且趋势 我们说华城跟市电是做美国生意为大收 那么中兴电就是台湾在做电力里面最大收回者 那他的操作策略呢 我认为基本上震荡拉回 你不用追 因为股价讲话 最近都在震荡对不对 你不用追 拉回均线都是一个切入机会 均线 你就慢慢买嘛 每天买个一张 拉回马上拉回买就可以了 OK好 来最后一档 东元 东元就很有趣 今天震荡很大对不对 最近题材蛮多的 第一个他现金股息 今年会配2块2 所以说就股力来讲的话 还有下档保护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也是做离岸风电的 也是强热电环里面 那像中兴电的这个开关 对不对 他是做高阶的 那他也有比较低一点点的 那也是 我认为是今年会非常有机会的部分 那股价来讲的话 怎么操作呢 震荡拉回 我觉得拉回到五日线 都可以去考虑 今天这根黑黑 有没有把他的多头 出现了一些破绽 其实我们把线型缩小一点来看 大家讲 短线的震荡 无碍于长线往上 你看这边 不就是整理这么久 对不对 各均线纠结之后 刚开始进入多头排列 所以我认为 这样拉回 都是一个买电 你看前面嘛 前面涨在低段的时候 你看这基本上 有拉回的时候 有拉回的时候 都没有影响到 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刚开始在这个位置而已 现在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刚刚开始而已 了解 好 谢谢冠州 请先回座了 所以虽然今天有部分的 重电概念 股开高走低拉回来 但是冠州说 这个题材非常的长 而且不仅仅是台湾 美国现在也在做一些重点的基础建设 所以题材有机会长长久久 各股的操作策略就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回头来谈一谈 这个礼拜全球的超级央行周 美国当然按兵不动 但昨天最令市场惊讶的 除了台湾之外 还有瑞士 怎么一回事 如果全世界有人还在升息 有人还在降息 资金会怎么流动 休息一下 程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